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33岁 他的影响力为何如此巨大呢 首先 李小龙将武术和哲学的结合 创造了杰拳道 堪称世界第一格斗技 现代的搏击比赛运动 李小龙就被认为是第一先驱者 李小龙虽然只有短暂的33年 但是他一一生占据了八个职业 分别是武术家 格斗教练 演员 哲学家 导演 编剧 制片 动作指导 这八个职业基于一身 是无人能比的 其次 李小龙的敬业精神 也是现代演员无法比拟的 李小龙在影视剧中从不使用替身 一些复杂 难度高 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动作 李小龙都是亲力亲为 导演害怕李小龙受伤 就为他准备要替身 说危险的动作 让替身来就好 李小龙冷冷的说了一句 替身就不是人吗 1973年 李小龙在情人丁佩的床上 突然死亡 年仅33岁 对于李小龙的死因 众说分散 至今都是一个谜 那么李小龙的后代金河在哪 李小龙的老婆是一个爱尔兰裔的美国白人姑娘 叫林党 1964年两人结婚后 生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儿子叫李国豪 女儿叫李湘宁 李国豪于1965年 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是李小龙唯一的儿子 中国人自古就有自成赋印的说法 李国豪八岁的时候就跟随李小龙学习功夫 11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影制作 1994年 李国豪在拍摄电影乌鸦的时候 道具枪没有一颗真子弹 李国豪不幸重担身亡 年轻28岁 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于1969年 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跟随李小龙做了功夫演员 在演艺圈 很少有女人选择做功夫巨星 因为那是非常艰苦的 李湘宁为了传承父亲李小龙的衣服 勤学鼓练 成了一名功夫动作女性 李宗宁有女人选择带别 engineers员点赞 陈北压 李宗宁有情统用 离宁 possession了 你对他会相互发变了很大 李宗宁起来你我既然很迷远 李亘宁有些人选择有大阶元 李宗宁的歌迪传承父亲李小龙手 李宗宁的女性 李宗宁有凌亚 李宗宁引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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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